地球对于银河系来说小的微不足道 我们有理由相信会有其他的生命存在于宇宙之中 但是外星人是否造反过地球呢 就是个未解之谜了 关于外星人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很多的记载 例如《东晋的王家十一记》里面记载 距今四千年前的姚帝时代 就有一艘巨大的船型飞行器飘浮在了西海上空 而船体光亮闪烁 缓慢飘移 船上的人都带惯 全身长满了白色的羽毛 无翅膀却能够在高空翱翔 古人虽然不了解UFO现象 但是他们还是用笔呢 忠实地记载下了这些令他们感到奇异的现象 中国呢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文献 从中我们就可以发现不少有关于UFO的线索 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我国古代的六大UFO事件 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 大家理心观看 哈喽大家好我是一哥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唐 说起秦始皇啊大家都不陌生 他是中国第一个皇帝统一六国 后被人称为千古一帝 也是历史上最神秘的皇帝了 但是有史料记载呢 秦始皇曾接见过天外来客 你们相信吗 根据十一记的记载呢 上面说有晚渠之名呈螺旋舟而至 舟行四螺 陈行海底 而水不沁入 他们身长石杖 穿着鸟兽之毛编织的衣服 秦始皇与之谈到了盘古开天辟地之事 就如他们亲眼目睹一般 而且他们还掌握着惊人的高效能源 若用于夜间照明呢 只需如粒子大小的一颗呢 就能够将整间屋子照亮 倘若将这个东西丢到这个小河溪之中呢 则沸腾的水呢 可以流于数十里 这是古文的记载 那十一记中的这一段话 就充分说明了 从秦朝开始 就存在着超级文明的现象 而秦始皇呢 也曾与那些超级文明的祖先 有过密切的交往 他们掌握的能量技术 让现代社会都为之惊叹 仅米粒大小的能量 就足以维持一天的照明 而且还能让河水沸腾 这不就是外星科技吗 这些外星生物并非入侵 而是和秦始皇 这个世界上当时最强大的国军呢 的一次秘密的会见 在那次密会之中呢 他们有过友好的交流啊 还有史官留下了原始的记载 那这一段史记中所记载的一些外交事件啊 在当代很多的学者眼中呢 都觉得荒诞离奇 以至于学术界一直都存在着一个不同的看法 在1994年呢 秦始皇兵马俑啊 二号坑正式就开始开挖了 那考古学家们到达现场之后啊 就从里面挖出了一把长约86厘米啊 剑身有八道刃口的青铜宝剑 考古学家们利用游标卡尺等仪器呢 对出土的青铜器就进行了测量 结构就表明啊 青铜器的八个千面之间的误差微乎其微 这十多柄青铜剑呢 几乎做工一模一样 而且剑刃的角度误差呢都不超过一毫米 要知道就算以现在的工艺呢 想要打造出这种精巧的金属器握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毕竟那些青铜器已经在地下 埋了将近两千多年了 但当他们从地下挖出来的时候啊 却依旧保持着这种啊 精巧的程度 而且每个剑刃都闪闪发光 仿佛呢刚被锻造过一般 所以考古学家们在这个剑身上 还找到了一层厚度大约啊 十微米的复合物 那根据分析呢 该复合物中的主要成分为啊 个盐 而更为奇怪的是考古学家们 还发现了一个大约三百公斤的 这个冰马俑啊 压得成四十五度角弯曲的一个青铜剑 而就在他们将这个冰马俑 搬开的时候啊 惊人的一幕就出现了 内柄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的青铜剑 竟然又重新的变得笔直了起来 这可是两千多年前就出现的 形态记忆合金了呀 这是不是非常诡异呢 而形态记忆合金 那是我们现代五十年代 那个时候的科技成果啊 一些UFO爱好者们就认为啊 秦始皇铸造宝剑的技术 并非是那个时期的产品 更像是外星文明啊所传授的 这和秦始皇建造万里长城啊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根据十一纪中所说呢 在那个时代啊 有一艘宇宙战舰穿越数光年 到达地球 会见了秦始皇 并将某些先进的科技呢 传授给了他 第二个故事呢 是大诗人苏东坡 也曾经遇到过一次不明飞行物 他还因此写了一首诗 描述了当时所见的情景 其中几句为 那时在公元1070年的时候啊 苏东坡因反对即将任宰相的王安石来进行改革 受到了排挤 他自己呢 请求到外地去做官 结果就被任命为杭州的通判了 苏东坡于是就在往杭州啊 赴任的途中呢 路过了江苏镇江 游览了辉煌壮丽的佛教名寺金山寺 陈老森呢 当时曾诚心的挽留 于公元1070年呢 11月3日晚 夜宿金山寺 可是到了夜更二分时候啊 兴致正高的这个苏东坡当时就登上了金山 想欣赏一回夜里的山水景色 领略一遍从佛寺飘出的悠悠碗中 抒发一下自己的相思之情嘛 可是此时的太阳早已落山 连星月呢 也不在天空之中了 遍地其黑 忽然之间呢 从不远的这个江面上就亮起了一团火炬 明亮的火焰就照到了金山寺 山上夜漆的这个鸟群呢 都被惊飞了起来 苏东坡就深感迷惑啊 不知道江面上发出了如此强烈火焰的这个东西 它到底是什么 它当时就想呢 这也不可能是鬼魅所为啊 更不是人所为 这种偶然的奇遇 当时就搅得它心神不宁 久久不能入眠 于是苏东坡就失信大发 刺由金山寺啊 一手呢 就记下了此心此景 那个年代没有什么高科技啊 江星的人造光源呢 只可能是渔火 可是渔火不可能发出这么强的光啊 而且是大半夜呢 当时连月光都没有啊 也不可能有渔民把船开到江星啊 再突然之间点起灯啊 所以对此光源的描述呢 是聚火飞燕 明显应该是一种橙色 接近赤色的发散性光源 这更加与反射月光呢 不沾边 因为当夜呢 是没有月光的 那它到底是什么呢 第三个故事呢 是1977年啊 发生在河北肥乡的黄延秋背负飞行事件 被称为中国UFO三大悬案之一的神秘事件 当时有两个神秘人呢 就把这个黄延秋啊 驾着飞到上海两次 北京一次 根据这个走进科学专题采访称呢 当时神秘人留下了姓名啊 是山东的高登明和高延经 节目组呢就跑到山东去找过此人啊 并没有找到这两个人 想要知道详细的详情呢 大家可以自行搜索嘛 但这却与古代的纪云的 月威草堂笔记中的事件几乎一模一样 当时纪小兰的大侄子啊 纪云敦呢 就向纪云呢提起过一件事情 他说在夜县的芝州啊 淋雨门的祖父呢 当时八十多岁啊 虽然不能够走路 但吃饭还行 每天呢就在屋子里坐着 他的孙子呢就经常抬着椅子啊 把他放到门口外面 让他消磨时光嘛 有一些人他说他这个祖父呢 就在门口外坐着 让仆人回去啊拿东西 等仆人从屋里拿出东西来的时候 却发现啊 哎 连人带椅子全都不见了 于是家人就开始四处去寻找祖父 结果都是鸟无音讯 刚好呢 他们就碰到了有个友人从牢山回来 这个友人还半路上遇见了这个淋雨门 于是他就问他们说啊 你们是在寻找你们爷爷吗 他们说是啊 这个路人就告诉他说啊 你爷爷正在山上的庙里 没事 不要着急 于是呢 他们立刻就派人去牢山 庙里面去找 果然老头就在庙里面 据和尚们说啊 他们也不知道这个老人家是怎么到这儿的 老爷子自己也说我也不知道 就觉得当时有两个人架着我在飞行 不知道他们是谁 那这件事情 古人的记载是不是与当代的这个黄炎秋事件非常相似呢 第四个故事呢 是晋朝人啊 甘宝所写的搜神记了 里面也有一段关于火星人的记载 那这位火星人还预言了当时的中国大事 事情呢是发生在公元260年 当时是史上最著名的三国时代啊 东吴蜀汉曹魏呢各聚一方 逐鹿中原都想完成统一霸业 而东吴呢是草创之国 一切呢位上轨道 所以所谓边境呢是国防大事 所以东吴的景帝孙修呢在位的时候啊 军将边屯守将的妻儿呢聚在一处 美其名曰是保护他们嘛 其实呢是将这些守将的家人啊 来当人质以防便捷嘛 那这些孩子平日嬉戏玩耍都在一起嘛 而景帝永安三年二月呢 的某一天就出现了一位约六七岁啊 身高四尺的奇异儿童 他就穿着青色的衣服啊 也来到了这帮玩游戏的海群之中啊 所有的孩童当时都不认识他啊 就问他你是谁家的小孩 从哪来的呢 这位怪童呢就回答啊 他说我看见你们一大群人在嬉戏玩乐 于是我就来这里玩了 当时所有的孩童们都仔细的端详这位怪童啊 只见他眼有光芒射出 心生畏惧啊 又问一遍那你来这里干什么呢 怪童就回答他们说啊 你们很怕我吗 我不是这里的人 我是来自于啊 营火星 也就是火星的古名嘛 而怪童呢当时就跟他们说啊 我有话要告诉你们 未来呢三公啊会归于司马家 当时众孩童打惊呢 有的就赶快跑回去告诉大人 而大人赶忙跑来啊 就看这个怪童 于是怪童呢就立刻说啊 我要走了 然后纵身一跃就飞上了天空 大家只能仰头看着他 只见他呢身上有一束白光啊 仿佛拖拽着他往上飞 那晚来的大人还没来得及啊 见到这个景象 只见他越飞越高 没过多久呢就消失不见了 当时的吴国政治告急嘛 大家都不敢散播怪童的话 四年之后呢蜀汉灭亡 六年之后呢曹魏废帝 二十一年后啊 东吴被平定 到了公元二八零年呢 三国的时代啊就终结了 统一中国的啊就是西晋五帝司马炎 而怪童的话呢 应验了 这一段三国时代的火星人世界啊 不知道真实的成分有多少 但是有几点啊和现代传闻的外星人现象比较符合 第一呢就是身高四尺多 穿轻衣和现代传闻的这个小灰人不谋而合 第二点呢是飞上天的景象和科幻片里的那个传颂的情景啊 一样 第三点呢是预言天下大事 那搜神记呢是一部记载古代明天传说的书 而文学家都视之为神怪作品 所以啊不屑于阅读 那对于这一段火星人的史记呢 我们也只有当做奇闻异事来看了 第五个故事呢是唐朝外星人接触事件 那唐朝呢有一个叫做断臣氏的人讲了一件事情 他说前段日子呢表弟与王秀才呢共游了松山 两个人当时贪恋风景啊 就不觉得入山已深嘛 于是迷失了归路啊 在焦急之下呢 身一脚浅一脚的就满山乱窜 当时他们的袖袍和手足啊都给这个荆棘割破了 却找不到盯点人际的道路 眼看天快要黑了 于是两个人惊慌失措 还有点想哭 忽然就听到了山中这个呼啸的风中呢 隐隐约约有这种鼻声传来 于是二人呢当时就是屏息就聆听啊 确实是有这个鼻碎声 而表弟就怀疑啊 当时是不是比如说老虎和熊之类的猛兽啊 于是还吓得两个人当时啊 不敢高声言语 二人缩在这个草丛半响呢 终于就决定啊查看一番 剥开了树枝灌木啊 借着月光呢 只见一个大石头上 当时就握着一个白衣男子 那个人呢头下呢 抱着一个包袱一样的东西啊 正在这个大山的风中呼呼大睡 于是他们两个人啊 就是面面相斥啊 又觉得奇怪又是欣喜 若是附近的山民啊 为何会露宿在荒山呢 难道他也是跟我们一样迷路的游客吗 于是他们就上前叫醒这个白衣人 他们就说我二人日间上山迷失了道路 胸台可否知道关道何在呢 能否指点一下 白衣人当时略抬起头呢 就看了二人一眼啊 又翻身倒顺 二人无奈的就再三把他咬醒啊 而白衣人相当不情愿的起身道说 好了好了 要找关道是吧 那跟我来 二人只见他果然熟悉道路啊 紧紧跟在身后 又问起他为什么会睡在这个山上呢 白衣人就笑道说啊 你们可知道月亮是七宝合成的呢 二人当时一听他答非所问 一头雾水 而白衣人就继续说道啊 月亮的形状其实并不是张柄 而是球体 月亮的表面呢 是有阴暗部分的 是因为其本身凹凸不平啊 而反射了太阳光的缘故 所以月球上呢 还有八万两千户的维修工 我呢就是其中之一 那当时他这一番话 就把表弟和王秀才啊 都听傻了 简直是闻所未闻啊 看看月亮 又看看这个白衣男呢 只见他打开刚才啊 当枕头的这个包裹 里面啊果然整整齐齐就收纳着各种工具 而他取出了两包饭团 还分给了他们两人 这个白衣人就说呢 使此啊 虽然不能长生 但也可保你们啊 百病不轻 二人相试一下 只见那个饭团呢 经营如玉啊 从未见过 而白衣人呢又指点道 从此路下去呢 自能抵达官道 二人就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 等再一回头的时候啊 白衣男人呢 已经消失无踪了 表弟写给他的书信上的内容 也大概如此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玉府修月事件吗 因为其中白衣人啊 对月球的认知 古人可能不知道 特别是指出月球的表面凹凸不平啊 造成反射太阳光强弱之分 使月球看上去呢 明暗分明 在望远镜诞生之前的七百年前啊 这种观点是相当不可思议的 就如青眼所见一般 他还说呢 月亮是七宝合成的 那这句话的意思啊 就更像是月亮是人工与合金制成的 比如他还说月亮是球体 反射太阳光 也远远超出了当时寻常百姓的认知 而白衣人自称维修工呢 不知道他维修的是月球上的航天器啊 还是月球本身 而八万两千户就足以说明了啊 其技术人员的数量极多 如果是外星人赞助的航天基地呢 恐怕用不了上万人维护 但若把月球想象成一个空间站的话 白衣人维修的月球呢也就讲得通了 第六个故事呢是试验腾空 那是发生在1892年的事件 当时的火球掠过了南京城的时间地点 目击人数以及颜色大小呢 皆有记载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UFO事件的图画记录 那是发生在清朝末期啊 有位画家吴有如呢 他在1884年啊 在上海出版了一本以画册为主的点石斋画报 这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份画报啊 这份画报呢是申报随报附赠的 后来集之成册呢 名为上海碧原珍藏之吴有如画报 该画册第十二集的上册啊 第十页上就有一幅画叫赤焰腾空 该图距今已有百年了 画面上呢 许多身轴长袍马挂的市民就聚集在南京的珠雀桥头啊 仰望挂在高空中的一团火球而议论纷纷 画家在画面的上方落款就写道啊 那是发生在九月二十日的晚间八点钟 精灵城南呼见火球一团 以西向东宛如巨卵 色红而无光 飘荡半空啊 其行缓慢 突然啊 浮云蔽日呢 天空昏暗 抬头仰望呢 就在这个珠雀桥上 看到了人数不下百人 此火球呢 自尽而远 自有而无 很像儿童放的天灯一般 但是当夜是风向北吹啊 但是此球呢 却转向东去 一定不是天灯啊 所以众口纷纷啊 穷于推测 有一个老者呢 他就说他听到了此物起初时的声音了 当然是听的不是很清楚啊 是由南门外啊 腾越而来 所以当时的这个亲人 吴有如呢 可谓是详细生动的记录这个目击报告 甚至上面来说 这个老人在他开始出现的时候 就已经听到了微微的响声 而吴有如 1884年在上海创办的第一份 时事画报 《韩西仔》 他许多的话呢 其实都记录了当时的新闻 并配以文字说明 这件事情啊 有三点 其一就是 吴氏呢 把赤焰飞行之特点与流星相比 却不认为这是流星 其二就是 根据分项与飞行方向 否定了此物为儿童所放天灯嘛 第三点就是 他知道啊 访问老者 且能记下威绝有身之记录 所以可见在一百多年前啊 能够画下来新闻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那么好了 故事呢 宇哥也就讲完了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别忘了 宇哥与小唐的视频 是每三天更新一起哦 别忘了订阅关注 宇哥与小唐的频道哦 拜拜